生命纪第十三章 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 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专靠他 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 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 就属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 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将他致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 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 若暗中引诱你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是你四为列国的神 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 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 你不可依从他 也不可听从他 也不可顾惜他 你不可连续他 也不可遮蔽他 总要杀他 你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致死 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 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 你若听人说 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 勾引本城的居民 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你就要探听 查究 细细地访问 果然是真 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 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 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 那城就永违荒堆不可再建造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 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 恩待你连续你 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使你人数增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